别人善意的人,无药可救。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,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。 何苦呢?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, 无所事事, 就像犯了窃道罪一样。 三十句谎话, 就是去爱任和恶人。 四十点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 四十一点对人恭敬,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 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, 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, 走势必然的。 所以你。 狭课文章一点。 危险。 感谢观看